歡迎收看小熊老師騙你教數學 那我們在學會這個開雙層根號之後 然後我們也需要練習一下關於根號的計算 我都會帶學生討論這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國中的時候學過45、45、90度的三角形三邊長是1比1比根號2 如果是30、60、90的是1比根號3比2 那如果是15、75、90的呢 那現在的課綱已經不會要學生直接背這個15度出來了 但是我還是都會帶學生做 因為我們的目的不是把它找出來背而已 我們是要利用這個機會去練習我們對根號的計算 以及學會一個很重要的取得這個一半角度的做法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是怎麼做的 它很簡單 我假如要取得這個15度的比例的話 我在30、60、90的這個三角形呢 我去量這個斜邊 然後用圓規畫過來 讓這一段等於這一段 那這樣子這個地方是1比根號3 2的話 那這裡也是2嘛 怎麼知道這個15度 因為這個時候這兩段是一樣長的 所以這裡是等於要三角形 然後這個30度的話 這個等於說這個腳加這個腳是30度 他們兩個要一樣啊 所以就各15度 所以這邊是15度 這邊是60加15是75度 可以嗎? 那於是我們就來討論 所以如果這是1 這是根號3 這是2 那這一條就是2加根號3 那斜邊多長 就現在這個c到底是多少 c就會是 用必思定理做 所以是2加根號3 3平方 好那是4加3 7加 4根號3 7加4根號3 注意喔不要只有寫7而已 再加這裡的1嘛 我們是a平方加b平 b平方加a平方嘛 所以再加這個1的話 會變成是8加4根號3 那這不是答案喔 這不是c喔 因為這個是c平方 所以請問 c是多少 就把8加4根號3再開個根號 現在來按個暫停 自己把它算出來 好那我們來做喔 這個首先要在這裡產生2 那你說我這裡是4啊 不是2怎麼辦 送進來裡面 2進去會變成4倍喔 所以它變成8加2根號12 開根號 那就會變成是 這個東西 兩個數字加起來是8乘起來是12 根號6加根號2 那我的意思說 如果你這個轉換到這個 不那麼流暢 那你可以去多寫一部 OK所以我們就有了我們的第一組比例 短股是1 長股是2加根號3的話 斜邊會是根號6加根號2 那接著我要取的第二組比例 如果今天我讓我的長股是1的話呢 另外兩股另外兩邊會是多少 原本的這三個對不對 同除2加根號3 那這個就變1了嘛 這變成2加根號3分之1 所以來一樣按個暫停自己做 它會變成上下同乘2減根號3 那分母會變成4減3喔 不是2減3喔 4減3是1喔 很漂亮 很漂亮 它就2減根號3 那斜邊呢 斜邊會變成是 根號6加根號2除以2加根號3喔 那上下同乘2減根號3 所以你的分母又會變成4減3是1 就不寫了喔 分子是根號6加根號2乘2減根號3喔 我喜歡帶學生算那個 根號6乘根號3是3根號2 因為根號6內部有根號2乘根號3 所以它根號3跟根號3乘起來會變3 根號6如果乘的是根號2的話變2根號3 對不對 我覺得聽好的練習 那這個會變成2根號6減3根號2加2根號2減根號6 所以你就會發現它的根號6有兩個減一個剩一個 根號3是減3個加2個回來還有減一個 所以會變成是根號6減根號2 好那我們來把剛才看到的這兩組比例整理一下 所以15度75度90度的這個三角形 如果這一邊的話是1的話 短股是1的話 長股是2加根號3 斜邊是根號6加根號2 如果長股是1的話 短股是2減根號3 斜邊是根號6減根號2 其實不會很難記吧 你會發現怎麼就這幾個數字一直在換來換去 那長股是比較長的 所以是加的短股是減的 這樣子 那如果是斜邊是1的話呢 斜邊是1的話呢 這一組 然後大家一起來除斜邊 可以嗎 所以短股會變成根號6加根號2分之1 那這樣子是上下同乘根號6減根號2 分母會變成4 那如果是長股呢 長股在這裡就會變成是 根號6加根號2分之2加根號3 所以上下同乘根號6減根號2 分母是4 OK 然後來結算它一下 我們的根號6有兩個減一個還剩一個 根號3減兩個加一個還剩正一個 所以它最後合起來就是根號6加根號2 也就是說短股是 4分之根號6減根號2 長股是4分之根號6加根號2 那因為星課剛的話 學生在股中就有可能聽過賽口賽了 那你應該就知道說 所以其實這個15度的賽是斜邊分之對邊 如果我們讓斜邊是1的話 對邊就會剛好是賽子 所以現在你看到的這個 4分之根號6減根號2就是sin15度 斜邊是1的話 對邊就會剛好是cos值 因為cos是斜邊分之0邊 所以這個是cos15度 而且同時 因為我們這個15度那這裡就75 所以15度的0邊是75度的對邊 它是cos75度 所以一樣的道理 這個15度的對邊是75度的0邊 它是cos75度 那如果你要取tan值的話 因為tan是0邊分之對邊 所以這樣0邊是1 對邊就是剛好是tan 所以這個是tan15度 而這裡 這個會是tan75度 這樣可以嗎 帶大家討論了一番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的重點其實不在於說 一定要把這幾個數字背多熟 但是就是同時練習了一下 然後讓自己知道怎麼取得他們 這是4分之根號6減根號2 根號6加根號2 長股是加的短股是減的很好記 對不對 然後我們順帶看一下這個 這一題 如果我有一個指導三小型 這裡45度這裡30度這個2 一樣這個是國中的問題 那求這個bc是多長 bc在這裡 當然其實我們把bc設x 這裡就會跟著一起x 為什麼呢 因為這裡是1比1比根號2 然後又因為我們知道了 這個指導三小型 這邊是30、60、90是1比根號3比2 所以我們就會得到一個結果是 x加2其實是根號3倍的x 如果學生完全沒有概念寫不出來 那你可以做到這裡 然後請學生往下算 所以接著咧 怎麼做 那有一些學生他是能夠寫到這裡來的 可是他做到這裡他也不知道怎麼做 關鍵就是說 讓自己熟悉而且 就是不畏懼這個根號的計算 包括除以 跟4 那所以在這裡呢 我們要解最後要解出x是什麼 如果今天這個問題是2x加3 等於5 你一定 就是說2x加3等於x好了 這樣子你一定不會猶豫 因為兩邊同減x 等於把x移過來 然後同減3把3移過去 那我們現在這裡呢 我可以把x移到左邊 但是因為根號3比1倍大 所以我們把他移到右邊 等號兩邊同減x 你就有根號3x減x 重點來啦 就是說 你會不會把他變這樣 所以我剛剛講要習慣 他不是很難懂的東西 我這樣寫大概都懂 對對對 但是問題是你不習慣這樣想 你不習慣你就不敢做下去 所以習慣然後不會畏懼這麼做 那接下來要怎麼做 等號兩邊同減x這個 所以建立在你要對這個計算 本身有一定的熟練啊 所以練習是很重要的 不是說懂就算了 你如果不懂你就會害怕害怕的這樣子 所以上下同乘根號3加1 對不對 所以下面會變成3-1是2 然後上面會變成2乘以根號3加1 會剛好把這個分母的2約掉 所以最後會變成是根號3加1 那這就是bc啦 然後我們來看這一題 如果4-15開根號 會等於根號p-Q 而且pq恰為方程是這個的兩根 那問你這個b和c會是多少 那我們去想像 我要開這個雙層根號 我要先產生一個惡在前面 那我們之前的做法是不是在底下除2 然後就是分子分母同乘2的意思嗎 這樣子上面就可以也有一個2在這裡 但是我們現在要做的不是這樣子 因為你有那個根號2之後 等一下要處理還會更麻煩 所以我們在這裡的做法是 想像它就是可以被我提出那個2 雖然15不是4的倍數 但是我當作它可以提 所以我硬是提這個2出來 那這樣子我的根號裡面呢 其實變成15分之4 就是說你暫時不要管這個等一下怎麼拆 就是我到這個4的倍數 這樣沒有問題吧 對不對 那如果說這個可以變成這樣子的話 那是代表p跟q怎麼樣 我把這個的平方之後會變這個嘛 所以p加q會是4 而且怎麼樣 p乘q會是15分之4 我們把這件事情記起來 在我們取得這兩個結果之後 好像我們就可以來解這一題啦 因為p加q就是什麼 兩根核嘛 兩根核是2a分之-b 所以是-3分之b 所以-3分之b結果是4 所以b其實是-12 然後p乘q是2跟g是a分之c 所以是3分之c 所以是4分之15 那麼所以 c其實是4分之45 這樣子這兩個數字就被我找到了 如果有人不懂兩根核跟兩根g 那我們可以用很快的推導一下給你看 就是說如果今天我的這個方程式有兩根 對不對 我ax平方加bx加c等於0 有兩根p和q 那我是不是就一定可以寫成x-p x-q等於0 最後一定會變這樣子嘛 最後一定會變這樣子才會說兩根是p或者q 那我把這個東西乘開來你就會有x平方 減px又減qx 減p加q個x 然後-p乘-q是正的p乘q 等於0 是不是這樣 那跟他們上面去做對應嘛 去做對應 你會發現我如果把這一條除以a 它就會有x平方加bx加c等於0 所以x平方你就會發現怎麼樣 -p加q是ab 所以p加q是-ab 然後p乘q是正的ab 這就是兩根核是-ab 兩根g是ab c 這個我們學到方程式那一章 還會再大家再看一次 那因為我自己在國中都會教 有很多老師在國中都會教 然後來看這題 這個要化為純小數 純小數部分是b求b平方 它有4可以提 這個比較簡單 所以它是公號的12 4提出來的話是27 27還可以再提3出來 但是不要這麼做 就是不要再把9提出來 因為我們這裡就是要寫2 兩個數字乘起來27加起來是12 分別是9和3 減的話要把大的寫前面 所以是√9-√3 就是3-√3 可以嗎 這個東西的存小數部分會是多少 注意一下 根號3是1點多 所以3-√3的整數部分是1 所以它的小數部分 會是 它把整數部分減掉 2-√3 不是√3-1 不是說反正把這個根號3 所以最後去求這個b平方就好了 所以2-√3平方是4加3 7-4-√3 這就是答案 可以嗎 那我們這集上到這裡 我們先看到這個問題 可以嗎 我們先看 我們先看